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有没有接收到一些好像是本地电话号码的来电? 对方声称你触犯了内地法例 再转驳你去内地的执法机构呢? 您好,您已经是安定区公安局 我的电话号码在内地被盗用了 然后就是做了违法的事情 他又知道我的身份号码 然后对付我的名字 又知道我的电话 然后他第一时间就说 要用我一个人的环境之下 做一些他要我做的事情 为了想洗脱嫌疑 文仔 click 了去一个声称 是内地执法机构的网页 然后按照骗徒要求 提供自己的银行户口和文码 他们就说我们会调查了 期间你就不要查看你手机银行的资料 然后把课给他转租了10万元 临床心理学家分析 骗徒千方百计叫受害人 不要告诉别人 用先客你后帮你的方式进行诈骗 骗徒利用了一般人倾向 相信只有机构才有私人资料 你不跟着我做 机会一过去就没有了 令到受害者更不能理性地思考 为了提醒市民防范电话骗案 通讯管理局会将境外来电加个加号 如果收到加852来电 即是海外电话扮成本地电话 就要更加小心 警方又提醒 骗徒可以从非法渠道取得个人资料 市民切密下载不明来力的应用程式 其实有关的应用程式是能够删除了 受害人本身手机上的短讯 亦都转寄有关短讯到骗徒的手机那里 骗徒能够登入了受害人的网上理财户口 更加是可以收发到一次性的密码 无声无息地将受害人的资产是转走的 怀疑被骗 请职致电18222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